百一炮這個淫賊的確是死不足惜 不過鄧卿家的憂慮 尾尚沒有道理 上一次孤王禁錮姬槍之後 民怨四起, 撐點激起民變 幸好現在還能鎮壓 可是這次連他兒子也殺了 孤王真恐怕 西奇會輕兵謀反, 不得收拾 皇上 西奇是未知道百一炮怎麼死的 不如我們就說 百一炮在宮中急病逝世 然後把他的屍首好好安葬 這樣就神不知鬼不覺了 鄧卿家, 好計好計, 趕快去辦 尾臣, 遵旨 請慢 我皇上, 你忘記了 西伯侯去的先天演卦是多麼神通廣大嗎 我想他可能已經算得出 百一炮已經死了 美人, 你一言驚醒 上次姬槍預測圈原電失火 準確沒有 那孤王應該怎麼做 那你也不需要這麼憂心 既然我們已經把百一炮 割成肉醬 那倒不如將枝製成肉丸 賜給西伯侯吃吧 要他吃自己的兒子的肉 那你這樣做甚麼意思呢 聖所謂虎毒不吃耳 西伯侯是人人稱重的大聖人 如果他肯吃的話 那代表他的先天顯卦 只不過是稀世道明之術 不足為患 好, 不如放他去西伯 這樣皇上又可以得到寬厚之命 而且又可以平息西伯的民怨 如果他不肯吃的話 那代表他的先天顯卦 是奇準無比 如果留在世上的話 必成大患 一定要將他置諸死地 好, 照辦吧 微臣機槍參見皇上 越我萬歲萬歲萬萬歲 西伯侯, 囚禁多時 孤皇上你也知道悔改 對, 從今天開始 前事不計, 准你回潛 以後你就要盡心盡力 為我大商效忠了 平身 謝皇上 皇上唯一答謝 八一口欠上三件寶物 又想到西伯侯 他在監獄之苦 所以特別準備了一道極品加牛 給西伯侯品嘗 送上來吧 這十二粒肉丸是以北山之巔的白鹿所製 白鹿它長居於北山之上 動作嬌健, 搭雪無恨 皮毛與白雪融為一體 實在難以追尋 皇上千辛萬苦才靡得此鹿 而且還是出身不足一日的雨鹿 珍貴非常 謝皇上娘娘賞辭 這也是皇上和本公的一些心意 你嘗嘗那些肉丸 合不合西伯侯你的口味 微臣自當好好品嘗 不是啦 今晚要乾嗎 你還ику第三天 你還在想止嗎 好, 這 dato 我不會不會那些人 那邊, 有了 吞下之友, 玉香樂就此下奸, 凝聚不殺 果然是世間難得一件的美食珍品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